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的界面 这里面 这一个是远点模式 每次开机必须要点它 然后自行远远点 点它 点启动远远点 这个是每次开机以后必须要做的 这一个是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就是它 这一个是用来换刀用的 这一个是用来换刀用的 点了它 如果点刀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去换刀 这个是自动模式 这一个没有用 这一个是手轮模拟 是为了安全 如果点上它 再点启动的话 你不动手轮 它是不加工的 它就是为了用手轮去控制加工 然后这两个是没有用的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一个是气扇灶 这一个是手动松招 这一个是定位气高 这个的意思是不用真空梦 如果有一些空运行加工的时候 没有放材料 不想使用梦就可以点它 然后呢 这一个是真空梦 这一个是真空梦的意思 然后这一个 是六个吸附区 它控制六个吸附区 每次开机以后 先回远点 检查 先启动 还好 关了 好 开车 我们回远点以后 点下这一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 然后点一下看这 五六五七五八 他们这些数据 是不是二十到八十之间 如果有一个不在的话 你比如说 不在二十到八十之间的话 那我们停吧 开始 开始吧 开始吧 你走三次 跳至三次 因为外轴和Z轴 刚才已经超出了三十到八十的范围 在这两个 外轴和Z轴给它改成一 给它打开